7月中旬,一向从美国北加州湾区到南加州巴萨迪纳的珠宝展直接被中断,因为一起估价高达1.5亿美元的珠宝在一辆装甲车上被整个偷走。 据了解,这些珠宝是在北加州圣马提欧活动中心展出后被装入珠宝运输公司的装甲车中,准备运往巴萨迪纳国际宝石和珠宝展。 然而,到第二天早上,总计有18家供应商,约24个储物柜却不翼而飞,而这些珠宝包括蓝宝石、19K黄金、手表与配件等。 国际宝石与珠宝展经理布兰迪·斯旺森表示,对一些珠宝供应商来说,这些珠宝是他们经营40年来的库存。 因此,这次窃盗等于是毁灭性的打击,有些人甚至因为这起窃盗彻底破产。 负责运送这批珠宝的布林克斯货运公司,在事发后回应,已经与联邦调查局合作,追查这起窃案, 且将根据保险与合约条款将会全额赔偿客户的所有损失。 东西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